朋友们,大家好啊 这一期呢我们又见面了啊 大家可以看看啊 这个呢就是我们台湾的预估天花啊 今天呢是第31天 现在整体呢已经处于是一个蓬瓜期 那么在这个蓬瓜期这个时间段啊 我们应该怎么样去进行一个水肥的管理呢 这个无土栽培的时候啊 在蓬瓜期的时候 这个EC值啊 也就是溶液的一个导电率啊 基本上呢是控制在这个2.5到2.7之间 那么到底具体是要用多少斤的肥料呢 实际上啊 无土栽培呢 它属于是一个精细化的一个肥水管理啊 这个呢跟咱们当地的一个水源 有直接性的一个关系的啊 您比如咱们当地的这个水源 如果说EC值呢 已经达到了这个1了 这个肥料呢 要调到这个2.5啊 2.6啊 那么咱们家的肥料呢 会稍微多一点 如果说咱们当地这个水源呢 本身这个EC值就已经达到了1.7 1.6啊 那么咱们家的肥料呢 肯定会相应的少一点啊 这个呢 要根据咱们当地的一个水源呢 来决定 另外呢就是说 因为上午呢 这个蒸层作用呢 是最强的 所以说咱们把这个施肥毒药啊 就是放在上午呢 这个吸收营养啊 是最快的 所以说呢 我们现在的这个施肥阶段呢 基本上在一天之内 分成了三个阶段 上午呢 一般是在8点钟左右 我们会浇啊 10分钟到15分钟的水 然后呢 这个11点钟到11点15之间 我们会浇15分钟的水 然后下午呢 这个5点半啊 到5点40之间 我们还会浇一次的水 这个就是肥水一块下去了啊 当然我们现在配比的这个肥料啊 我们主要是以一些这个蓬瓜肥为主的 另外呢 会加入一些这个微量元素肥啊 或者是配合一些这个海藻精啊 促进这个生根类的啊 因为这个瓜类啊 这个蓬瓜的过程中 最直接的问题呢 就会出现这个 不管是生理性的这个尾烟 或者说是轻枯病啊 那么它呢 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啊 还是这个根系啊 根系那么不发达 所以说瓜类呢 我们要想产量高 首先呢 要把根养好啊 感谢观руж后